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子有一個埃及的旅行團 八名團友和一名導遊全體中標 可以說是屯滅 他們不懂得自愛走去屯滅也沒辦法 不過在內街坊那裡閉 今天出現的一個個案 他正正就是住在其中兩位埃及旅行團團友的樓上 都是位於高層的十三室 你說這些真是無妄之災 因為這一名的個案是一個59歲的男人 他由於腰骨的問題都不良於行 很少外出 他就和老婆和兒子住在單位裡 日常多數在早上 到樓下的快餐店吃早餐 另外有救世軍送飯 3月10日因為腰患到過威爾斯照X光 12日去到大埔拿達蘇 留了樣本 今天就是中標 另外在不同樓層的十三室 陸續有住客感到不舒服 當然傳播途徑需要專家再作調查 但是 當然有第1宗才有第2第3宗 第1宗是誰呢?正正是埃及旅行團的團友 為何要在這個時間 還這麼自私 這麼看不開 走去旅遊 參加旅行團 這些完全就是 罔顧其他人的安全行為 你去就好 你去就不要回 你一回來你就去街坊 現在還有消息說 分分鐘全部住在這樓宇的十三號單位 所有住客 就要送到中心睡14晚才能出來 而且那些寵物 又要送到這個漁護處 進行檢測 你說這些是不是類街坊 類人 類物 去什麼才行 現在應該要在整個社會牽起一個風氣 就是全面抵制旅遊 不管你是參加旅行團也好 自由行也好 你不要想著打卡 還在Facebook Instagram 騙Like 這些人是不負責任告訴你 你沒有想你自己不要緊 你出事你不要緊 你連累其他街坊 這個是最可恥的行為 你不單止連累其他街坊 還連累其他街坊的寵物動物 你想想別人 做任何事之前 三思而後行 停一停 想一想 你去就不要緊 你去了就不要回 你一回來的時候 就分分鐘會出事 而且香港的人一去到外遊的時候 往往就會放下自己的戒備心態 什麼都不帶 總之去到很happy 要上網 拍照 打卡 這些是不是卑鄙的行為 是不是 其他單位那些不是人嗎 沒有老爸 老母 生 那些人也要上班 那些人也要生活 毛利頭 讓你找到14天睡覺 是不是傻的 你死你賤 為什麼連累其他人 麻煩報了旅行團準備 在這兩個月出發的人 馬上去旅行社退票 不用想了 是不是 一兩個月之內還沒搞得好 不只是你香港 全世界都有事 要不要這麼自私 去什麼旅行 一會兒就說 我給了一萬多元 你給了一萬多元 你當下跌了 炒股輸了 好不好 一萬多元 其他人 整個房子的人 陪你受罪 現在是 為什麼這麼討厭 這麼討厭 那些狗 貓貓狗 去到那些不適當的地方 很可憐的 那些人 無緣無故睡十四晚 很可憐的 顧一下其他人 你一兩個星期 把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其他人的痛苦身上 你自己就去旅遊 你自己就承受這個高風險 不要緊的 但是你回來 這個風險是要全等大廈的住客 陪你分攤才會 糟糕 你不應該做這些事 去旅行社退票有多難 他不退給你 你就留得他退給你為止 如果最終真的沒得退或者退少少 你就照退 是不是 誰叫你這麼愚蠢 還真的報名嗎 這段時間 一會兒又說請了假 沒辦法 請了假就在家睡覺 你自己在家睡幾天 好過全等大廈 陪你去睡十四天 陰光 是不是 就算沒事也很干擾 這些事情 白癡的嗎 這麼多例子 都已經被你看到 前居可鑑 準備在這個月裡出發的人 麻煩你把床板放在床上 想清楚 不要想 沒事的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可以打直走出來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不會是那百分之二 你怎麼知道自己不會有隱性病 你都傻了 為什麼要找這些東西來搏 後遺症是怎樣你又不知道 這些傻的最重要是 預防性於治療 怎麼會挺而走險的 怎麼會將自身處於一個這麼危險的環境當中 還要搭這些飛機 貪過癮貪好玩嗎 去遲一會也不用死了 是不是 有這麼多機會 你人生差不多結束了嗎 不去不行嗎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在想什麼 如果剛好那個廣眾是你的話 希望我這個節目 都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啟發 帶來一些靈感 使你改變這個主意 不要去 我都為你著想 為你的家人著想 為你的街坊著想 為你的寵物著想 想清楚才做 這些魯莽行為 平時你喜歡去旅遊 一年去得三百六十天都沒有人理會你 現在不是 為什麼要這麼自私 這麼膽大妄為 你的膽大妄為是要其他人幫忙埋單 那裏就是最慘的 除非你住獨立屋 沒話好說 那你喜歡去哪裏都可以 這些有錢就是任性 你住獨立屋 你整個房子都是你住的 你就去哪裏就去哪裏 關人鬼事嗎 你不是的 你住在那些大廈那裏 你住一個單位 不要去了 是不是 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些街坊就爭到你死了 看到你前面就爭到你後面 去來做什麼 接著就講一下那些本地的旅行社 現在全球都出現這個嚴峻的環境 當然哪裏都不能去 很多旅行社都出現了零生意的情況 他們有什麼打算呢 原來就說要開辦這些本地遊 又是不負責任的 我先講一下他們的政策是怎樣 他們又說 準備搞本地團帶市民探索教區 包括去哪裏 黎智窩 吉澳 鴨州 等等 售價就是約100元至300元不等 每團上限40人 參加市民就可以獲得差額退款保證等等 只限本地香港人參加 出發之前亦都是要量體溫 目標在復活節的高峰期的時候 每天可以帶到30至50團的本地遊 對於郊區變成旺角和垃圾增加的現象 旅行社的老闆就說 會在過程當中教育團客 要注意環境保育 所選的地區本來都有接待旅客 相信不會對環境帶來太大的負荷 首先他所舉出的那些例子 黎智窩 鴨州 以及吉澳 全部都是那些 即是離島 要去坐船 即是去馬尿水那裡坐船 好了 我當你在馬尿水那裡集合 那碼頭那裡 也不要說你有個旅遊 大巴一起去馬尿水 喂 你去到馬尿水碼頭那裡集合的時候 你上那隻船 那些船比杜輪還壞 不不不不不不不 那些船是很小的 那麼多人一團40人 那你坐到物質質 是不是傻的 怎麼會安排這些團 好了當你這班人到了 沒東西下船 那你這些本地遊多數都是即日來回 那你游一日還是半日呢 就算游半日也好 你怎樣也要吃點東西喝點水 那就要脫下的罩了 全部人坐在露天的地方吃東西 那就增加了風險 而且那些小朋友去到 會不會那麼神心把那些垃圾放到自己的背包 出到市區才扔 你所說的那些地方的垃圾桶也不多 你去看那些什麼 看那些自然環境 看那些山水 看那些石頭 看這些東西 去這些地方是 有鬼好看嗎 不過也不是的 有些香港人 如果你叫他長期留在家裡 放假的時候會發露的 放假的時候 會生售的 所以這些所謂的本地團 都有一定市場 當然有些毛尼頭那些人喜歡報名 那你喜歡去看就看 而且如果牽涉到一些離島 是要坐船的 尤其是要坐街道 那些兩層高那些 開過引擎 吵那些 海面一有什麼湧浪 大風浪 好拋的 那些簡直是像玩過山車那樣 這個問題就來了 不是每個四十人 你一團四十人 不是每個都彈家婆 是不是 有些不熟水性 去到那裡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想到 這樣的時候 你周圍也是 你何必呢 即是不要冒這些風險 我建議不要冒這些風險 但如果你真的要去的時候 你就要真是穿得抹抹抹抹好一點 有些人上機其實現在都是 包了那些 雨衣各樣 抹著頭 這些是好事來的 我覺得要表揚要讚的 他是做得好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情況 千萬不要覺得奇怪 尤其是在飛機上 自保是最重要的 我就收到英國的一個益友PM 他就說 他很擔心人家那些奇異的目光 所以就不敢穿這些東西出街 但是他很擔心 我就跟他說 其他人的目光 你鬼得他那麼多 最重要是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安全都顧不住 怕老鑑 這些豈不是寫本續末 實在太過愚蠢了 那些友仔奇異目光 你就讓他繼續奇異目光下去 到其時哪個笑到最後 大家心知肚明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